热闹的表演活动 喜气洋洋的圆桌聚餐 这里是台东柜田洗来等酒店 1月18号台电台东基督教医院 与一粒麦子基金会合办的 为爱发光独居老人岁末围炉活动 已经是第13年为偏乡带来光明与温暖 一粒麦子基金会基本上就是要传播一个爱 爱就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希望 这一点跟我们台电公司也有点类似 我们台电公司只有生产一项产品 那就是电 大家知道电可以给大家带来光明带来温暖 这样的属性跟我们一粒麦子是非常接近的 台东地区人口外移严重 独居老人比例居高不下 机构的介入与照护是社会福利很重要的一环 许多在地学子大学毕业后 选择返乡投入相关工作 为家乡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所以在隔年毕业之后 我就回来基金会这边开始工作 那工作到现在已经是满十年了 应该是说我们在台东区域这边的话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照顾的个案 他们其实资源性真的是比较不足 那其实社工在资源做资源连结这一块 其实常常就是要需要花很多的心力 去帮忙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或者是提供他们合适的东西这样子 微露活动中除了请来知名表演团体 让长辈们大饱眼福 台电公司也送上温馨关怀礼 希望长辈在冷冷的冬天 也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倦地暖流 台电公司台东报导 别忘了 热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